哟哼哼走停哥小丑对面哭泣小丑拥兵作曲家 火载调查员在一定的地形上面还是蛮克制小丑的 这把的话你别说哭泣小丑这边如果带个飞轮 作曲家带个飞轮 但是走停哥可以前期就在飞轮CD好之前先打一波 打到伤害了配合闪现带走接着也还不错 第一个剧找的是谁 找的是哭泣小丑 没有他只是晃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火载调查员走停哥不太好弄啊 中间卡克球给你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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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找佣兵吧 找的是作曲家飞轮5秒钟 这个位置骗飞轮还要骗 算了拿佣兵来开刀第一刀就拿你了别人有飞轮你没有 我这刀就落你头上 那真没办法这佣兵真没办法 佣兵除非是什么呢 第一时间啊他来这边的话是比较难操作 他得上滑梯啊 上滑梯的话相对来讲就会好一点啊 不对会好很多 这个即便是走停哥也不是特别好操作 过来再来找飞轮啊闪没闪吗 这波感觉可以直接闪闪完以后再补下一个局 那走停哥应该是再拉一波推进器 这波属于是纯凭操作了 我都没看清楚人在哪里说实话 我都没看清楚人在哪里他已经打上人了 闪现感觉可以省下来啊 这把是一个底牌加张狂 前期整个击倒其实不算快的 前期整个击倒因为他第一刀拿的是佣兵嘛 虽然说这边佣兵可能是被伤了转头的 但这个击倒穷者的密码器总量已经超过三台了 要交闪了 闪现一刀完成击倒 哭起小丑这边如果说手里有个搏命的话 这个局就偏向于四人开门战 总停哥们这把不好打火箭炮 直接打下来 但是作曲家应该走不了 刷一个二机 核心就看他有没有带博命了 这把如果说酷脚手带博命真的 穷者很好打 非常非常好打 优秘那边的机子也回来 哎呦我天 这个机子已经够了 对吧 这作曲家最后一台机子 他有遗产吗 看一下 他的机子 他机子被队友修掉了 那这里再补一台 骑一台新机子 人的话卡死救还是卡半的 目前来看哭起小丑这边 应该是要卡半先救一波的 大不了我救不下来 佣兵再来卡死救嘛 是不是 一个震兽都不够用 我说实话 火箭直接晕 晕完以后救 没有博命 但是我这边可以卡 卡住 吃一刀以后继续扛刀 最后台机子已经在修了 看一下 总听哥怎么翻啊 这个局其实 上帝视角来看的话 穷者不失误 我觉得很难翻 他只能针对这个作曲家 因为作曲家是没有带大心脏的 但是下一波 用兵来就是有博命的 就是可以直接量击 你即便是击倒了 你还得等博命结束 呃 这哭起小丑的话 待会直接天门了 哭起小丑教自己 吃大心脏 直接天门 有没有钻头 有钻头 有钻头的话可能起不来 锯子CD好了 但这边飞轮也好了 而且现在的话 有一个弹板加速的作曲家 你还真 还有个飞轮吗 还有个飞轮吗 用兵已经来了 用兵已经来了 到脸上了 这边机子已经好了 呃 最好再稍微拖一拖 稍微拖一拖 能够把这边的哭起小丑 拖出一个自起 就很舒服了 因为这样的话 哭起小丑是一个满状态的开门战 即便他是个交自起 那佣兵能摸的话 能摸起来就更好 其实无所谓的 他只要保证自己满状态就行 对对对 他保证自己满状态就行了 其实哭起小丑这个时候去贴门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他这边如果开一炮 保佣兵呢 也行 这一炮其实收益不高的 他这一炮其实打的 我觉得不如留着会更好一点 或者说呢 刚才直接交 交完以后 让这边的队友无伤救人 这里佣兵一个护臂跳开 手里面还有一个护臂 八秒钟以后才有下一个剧 没有推进器处理不掉 这边的话哭起小丑中场拦着 作曲家那边再点门 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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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船吧 这个作曲家 搞不定啊 他第一时间往这边来了 感觉刚才如果说第一时间追作曲家 把作曲家击倒挂飞了再留人 是有机会能平的 但是走停哥第一时间想去追佣兵 因为佣兵这边吃了钻头 他 相对来讲再回头打机会会更多一点 好的感谢大家伯母 下期再见 拜拜